大家好,我是曉妮,學習英文,笑嘻嘻的凱希老師 今天要上的是真希望每個字都有簡稱 有簡稱的意思就是它本來真的很長 不好記不好講,所以有簡單的稱呼 所以每個字都有不知有多好呢 好,那譬如說像第一個字,REC 它是誰的簡稱呢?就是representative 所謂的代言,那這個字是不是很長? 當你要跟人家說我是業務代言 那人家講那個字你想要就,嗯,就GG了 所以呢,你可以說sales rep,一個銷售代言 或者例句,the firm has reps in every major city 這家公司在有代表,在什麼呢? 好,英文很喜歡把地點、時間放最多 所以你講英文的時候,千萬不要照中文的順序方 那照它的邏輯去把東西放好 在每個主要的城市,所以它在各大城市都有代表 你用rep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呢,是fam 它是從family來 family它並不是很難講,但是它很常有 你的家人 所以呢,就fam 就是這個 I have a get together with my family 就是我的家人 什麼時候呢? List something 看時間要放到最後 這個家人,這個新影片我要跟家人下去 fam 好,那還有哪一些呢? tobo 他是流浪漢 從哪裡來呢? 從這個ho holess holess holess可以就知道 有個less 再次回 就是通常缺少的前面的東西 所以holess就是沒有家 形容詞的話是無家可歸的 那如果家人知道holess 就是人,無家可歸的者 那我們取它的什麼? ho 叫bo bo bo 與其說bo 我覺得比較像boss 你現在看你如果是一個流浪漢 或有名 天地就是你家 你是不是很像boss 這叫hobo 就很好奇 就是流浪漢 好,下面這個東西 嚴格來說不算簡稱 但是它是一個很好記 而且跟你一看 跟它平常意思差很多字 所以我們可以再去一下 Netflix 你知道嗎? 就是你要花錢看的那個 看很多電影 看很多一集的那個東西 那個那個頻道 人家說 and chill chill的話 它可以當放鬆的 所以當然有人邀禮說 誒,那我們來看點電影 在家看點 在這頻道上看點影片 然後放鬆一下 其實就是帶著曖昧一味的親密友 有點像我們台灣人會講說 那我們來炒個飯什麼之味 那種感覺 所以民工給你做參考 ok 所以學這些簡稱 你們會覺得 練英文其實真的沒有那麼的難 還滿有意思的 所以我會見到幾個文書 全部都不喜歡 吃起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